大家好,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三 经过昨天的大升之后,今天肯定是需要有所整固的 这个没问题,最重要是在整固时之中 接着还有成交 今天下午收于什么位置 就算整固也好,升的板块也比较多 首先要看几样东西 很多所谓升头五大的板块 有时有些小的股价大动了整个板块 好像升很多,好像中标珠宝那样 这些升上来是根本不对整体指数有所影响 整体指数有所影响的,基本是处于银行 这就有升的 处于一些是公用事业 还有一些是地产,跌的板块 还有保险,跌的板块 还有保险,跌的板块 还有新英科技那样东西 新英科技包括了散落很多的 有半导体 软件服务 资讯 这些比较大 好了 看看各个就是 中标珠宝 农药产品 酒店餐厅、旅游、房戚、紫、林业 这些一看,你都知道 对整体大市的拖动 怎有太大多用 看看中标珠宝 这些升了48% 到 买了都没什么用 接着就是 有这个是农药产品 这些升了14% 这些是有的有用的 起码是升五毛肠 其他的就 升了都没什么用 还有这个是酒店和餐厅 这个是仲景,升了135% 不过因为它升了7个仙 因为原本这些是 应该之前的连1毫子都没到的 因为你要选7个仙 才到1毫3 还有其他这些 你能看到的就是 中间只有伏星 类有文化 这个是实质多一点点 接着又绑齿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 除了江南布衣 这个比较大一点 接着就是木叶方面 这些是零字头的 所以这基本是没什么影响的 再接着看看 个股方面 个股方面 很大块是升的 留意一件事 恒生中国企业 是下跌的 即时反映 可能中企股开始 脚软了 留意这些 最近都是中企股上来先的 再看看 那个 指数 指数方面 我们一定看到月的高位 今天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保里加通道的上述 这里 保里加通道的上述 会不会有 有机会 有机会 连升多数天呢 连升多数天呢 连升多数天的话 就去到 可能是 这些水平了 这些水平是怎样代表呢 第一 会不会升到 这个位 上面的高度 这个不是很高的 172 所以这些位 这些位 这些位是多少 是什么呢 就是172 172 至175 之间 今天就是17180 即172 之间 刚刚就来到 这个水平 会不会再上一级 到175 上完一级 到175之后呢 那我们又会见到什么呢 就会见到来到 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 这些位 那这些位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位 这个位 代表就是 这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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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点 就是 182 6 9 即使我们一路积所说的 可能是183 来到这183 附近呢 就应该要比较 透透气 透透气 那就 看看吧 好吗 就是这样 再去歧视 我们看看 今天可以有什么 是股票去想买 中国软件 这一切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